我們現在有一個芝麻 今天做小龍肉的芝麻 就跟媽媽不太一樣 我們是三七比例 要稍微肥一點 對 要稍微肥一點 它起來那個口感就會比較好 然後再過來我們今天 有加了一個皮凍 你為什麼拿果凍來 沒有 這不是果凍 這是我們用那個雞腳 還有豬皮下去鑽的 那它的那個 這是一條塊 可是我們做的是整大塊的 我們把它切起來 其他我們就把它切在這裡面了 那這裡面就很簡單 我們只要我們的一般的豬腳 就是雞腳 還有我們的豬皮 然後一斤一斤 直接用兩斤的水下去煮到 變成一斤的水 然後就直接慢慢火下去燉 濃縮就對了 對 濃縮 它就會整個化開 直接把它立起來 化開皮箱裡面就是雞腳洞 好不好用 很好對不對 好用 有需要放鹹茶嗎 都不能放鹹茶 都不能放鹹茶 這是一個重點 對… 你只要放鹹茶下去它不會凝固 前面可以放鹹茶 也不能放雞粉 鹹茶任何的調味料都不要放 所以今天為什麼要 一定要加上我們這個攪洞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真的很妙 很妙喔 這個做好之後 很簡單 我們就要放在冷藏裡面 是OK的 拿出來之後 切起來就是這樣子 把它切開 很像以後 我們直接把那果凍 切成一塊一塊的小丁塊 對 接下來來 伊羅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這不是蔥 對 蔥啊整個都黏著的 還有這個薑 我們就放一點點的 礦泉水下去 我們把它抓一下 為什麼要把它這樣子 然後再加礦泉水 因為我們要讓它的那個 整個汁液跑出來 所以我們是要取它的汁嗎 對… 就要把它抓一下 你就不像一般 我們就要把它切磨 直接下去 還是用攪拌的 攪拌均勻下去也可以 所以你其實是要取它的味道 對… 但你不要害那些渣渣 對… 稍微把它攪一下 來 稍微這樣說 它一塊有嗎 它的味道都出來了 來 很簡單 我們先把它加肉放下去 好 然後來 這個蔥花 差不多一汁的也是一樣 把它放進來 好 接下來就是 我們的同樣 有沒有 這個 醬油 所以我們剛才你今晚 如果你要要它的汁 如果我們用直接用果汁機 再把它濾掉可以嗎 可以 也可以 也是可以嗎 對… 我們這個胡椒粉 醬油攪下去了對不對 來 一盤的鹹鹹 剛才我們要它的這個香氣的汁 對 這樣放下去 蔥薑汁啊 對 蔥薑汁 把它把它倒下去 倒下去了有沒有 我們現在就來 來 把它拌 把它拌勻 對 拌勻 要記得 我們現在剛才三種調味料 已經加進去對不對 還有一種調味料會加對不對 來 我們現在有些香油有沒有 其實這個 這個裡頭調味料 就跟媽媽剛剛做肉餡的 那調味料都大同小異 對 是一樣的 那我們這個有加了差不多半顆的蛋 先把它打進來 這邊有多了一個蛋 對 來 我們下去之後 我們就一直把它打 是不是要把它打出爺的那個蛋 對 來 打出它那個筋性 我們說牽絲牽絲 一定要牽絲才好吃 彈絲 對 都要彈絲起來 你看我們現在打的時候 它都有彈絲 它就把它打 用手的 你就這樣子不斷地拍打它 就是有拍打出那個肉的那個肉絲 跑出來 它的筋性跑出來 對 所以我們都不用加鹹鹹的粉料嗎 才是什麼台北粉啊 韓國粉 才是什麼油麵 我們要把它打出來 它這樣 這樣才會出醬 出好之後有沒有 我們這個 有耶 對 出來有沒有 好 來 這個我們香油 那為什麼香油 剛剛不能跟所有調味料一起放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調味料進去 入味之後再放香油 為什麼 這樣味道會起來會比較香 對 這個很簡單 我們下去有沒有 這個皮糖 香油跟我們這個雞腳糖 這一類的皮凍 對 可以最後再放 對 然後我們做在一起 現在把它拌一拌 來 現在重點了 這拌一拌之後 現在不可以包 要怎麼樣 要放在冰箱裡面 稍微冰差不多20分鐘就可以 我們現在來做野麵粉皮 小籠包的皮 跟一般這種水餃皮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它也是一種冷麵的一個做法 可是它的水分會比較多 它的水分會比較多 差不多21的水分 來 我們現在看一下好不好 好亮喔 對 好像一個盤頭 我們把它醒過了 對 這個把它醒過了 這差不多 刺多久的時間 這差不多20分 20分鐘 媽媽剛剛是10分鐘就可以了 對… 這個把它盛一點 來 下去之後一樣 我們來 我們現在要包了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我們要蓋住 我們要不要讓它接觸工具 這樣才會光亮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這個 把它切開 好光亮喔 對 把它切開 它現在它這個已經 都揉好了 很柔的對不對 那我們要把它揉開 然後稍微揉一下 對…它現在已經Q了 來 稍微揉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要抓 你把它揉成這樣子的話 來 把它抓一下 讓它平均有沒有 這樣子扶口 然後直接這樣子往前推 然後一小顆的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 如果搭顆的話 你的粉皮就會比較重 如果小顆的話 粉皮就會比較薄 記得媽媽剛剛教大家 揉麵糰的那個技巧有沒有 三光原則 其實就是法度 對… 自己做到皮很Q的 我們現在拍一拍 來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是 很簡單 來 這個放著 壓一下 壓一下 圓的 對 一定要把它壓圓 圓的 利用湖口這個地方 對 好不好 我們這個湖口這個地方 這樣把它壓下去 要弄的時候 我們還要壓比一下 這個來 這個要弄的時候 這個要一直往旁邊拉 往外推 對 這樣拉一下 拉出來 好不好 這樣 來 這樣看看 它的粉皮有沒有 你有看到嗎 中間一口 對 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 金牛這個光亮的感覺啊 它算是中間很厚 對 旁邊很薄 因為啊 像我以前 我超過那個 做生理的頭 他們的說法是說 因為餡料放在中間 它要有一個支撐力 對 對 但是旁邊的皮 因為我們可以把它 製造火嘛 對 所以因為它捏在一起 會形成一個厚度 對 你就反而在那裡的時候 要給它 外面薄 中間厚 對 沒錯 你吃起來 那個皮才會很焦軟 對 我們現在這樣 粉皮就已經好了對不對 這樣包呢 第一件 手一定要滑粉 一定要沾一點麵粉滑滑的 拿起來 來 這個我們兩隻的手指頭 往下一身 來 這邊直接 阿嬤來 我們當作底下包 對 這樣把它 有沒有 抹起來 差不多一湯匙再多一點 來 壓一下 有沒有 這個虎口往底下這邊 來 這樣手拿下來 這支手這樣拿 一 二 三 四 對 把它拿起來 吃到十八折嗎 隨便 十八折 六十一折都可以 沒有啦 十八折啦 這樣有沒有 把它拿起來 就要收尾了 有沒有 這樣 這個虎口這樣子有沒有 起來 來 すごい 對 這樣湯包就好了 有沒有 這一定要收尾起來 好可愛喔 對…就是這樣 你說這樣 對 然後由他手這樣 對 滴滴打底 我現在有一點點壓力 來 再看一次喔 這樣 滴滴把它丟起來 這樣丟起來 來 這樣子一直轉 一直轉… 這樣起來 有沒有 來 壓一下 很漂亮啊 不會啊 宇龍 讚… 還要扛在那裡 雖然包得有一點點黏黏辣 但是我是第一次 轉這個宇折的小籠包 對… 所以其實沒有很難耶 沒有… 其實很簡單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 就是最後在中間 你把它稍微把它封緊一點點 隨著它的那個弧度 慢慢的把餡兒包在裡面 這個我們現在給大家放在裡面 來 我們大家可以 這樣子 來 這樣直接下去蒸 蒸多久 要蒸五分鐘 好吃的小籠湯包 就是一口咬下去 有濃郁鮮甜的湯汁 給它流出來耶 秘訣就是這塊Q嫩的皮豆 只要一分的雞腳 一分的豬皮 兩分的水 熬煮到只剩下一分的湯汁 之後再將湯汁 放入冰庫冷凍就OK啦 先來吃個原味 對 然後再吃一個 我們的黑醋跟 內餡好嫩喔 而且你看它皮 非常非常的薄 對 皮薄餡多 湯汁更多 對 而且真的 我覺得這個皮很實在 然後內餡呢 它那個肉也夠鮮 對 然後其實我們也沒有用很複雜 調味料 做起來就可以這麼好吃 對 那你再加一點點的那個 薑絲跟一些些的黑醋 然後吃在一起 那個味道又更快 這純粹就是黑醋加上薑絲 對 黑醋 紅醋都可以 好 對 我來加上一點點的這個薑絲 然後沾上一點點這個 那起來的味道又會更加的不同 讚 因為這薑絲啊 它完全呢 我覺得它可以解掉那種 所謂肉餡吃太多的油膩感 沒錯 然後一點點的薑絲 你在咀嚼過程當中 它其實那個整個香氣提升 對 然後可以讓這個整個裡頭 因為多少那個湯汁裡頭 是有一點點那個肉的油脂 對 所以這樣整個化開來之後 然後微微的窩出的酸 對 整個反而把那個肉餡的甜味 給帶起來 對 沒錯 很舒服的一個感覺 這有夠好吃的啦 尤其搭配上這個簡單的蒸醬啊 更能夠提升小龍湯包的原味 沒錯 刷牙 刷牙